中美堂 目前在副賽最受主步的一場比賽 由輔合大學出戰 世綢從陽明山下來的文化大學 現在主播工作方面呢 不是世綢 我們是好朋友 我是張立群 在我身旁則是我們的特別來賓 張憲民 憲民你好 立群你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講到世綢 憲民你以前是輔大的 以前看到文化的籃球隊 是不是就有一種那種世綢的味道 對 而且壓力特別大 因為兩邊的教練都想求勝 誰都不想輸 那球員之間也是 都是不想輸給對方 因為這感覺上就有點像那個 焦大跟輕大那種感覺 誰都不想輸 輸給誰 彼此競爭的意味蠻濃厚的 沒錯 誰都不想輸給對方 我們一開始先來看戰績表 就帶你來了解的 為什麼這場比賽對兩隊而言 都非常的重要 好 先來看一下 北體在前場比賽贏球之後呢 目前拿到五連勝的戰績 緊追在後的是台灣藝術大學 四勝一敗 那北體和藝大呢 都只剩下兩場比賽 所以目前進擊四強這兩個球隊 機會非常非常高 很有可能另外兩支球隊 就要由文化大學 台灣師大以及福文大學這三隊 去搶二 那我們看到台北 台灣體育的部分呢 已經是完成了所有的比賽 所以這場比賽呢 對這三強二的兩支球隊 文化大學和福文大學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來看兩分球命中率兩隊了 可以說是互相上下 但三分球命中率 文化大學的將近三成 要比福文大學兩成一五來的理想 八球命中率也是文化大學 有超過西程水準 要優於福大的五成八左右 好 在籃板方面呢 文化大學是四十一點八個籃板 福文大學則是三十七點八個籃板 助攻方面呢 文化大學呢 要優於文化大學 而且有出這個多了 有六四之多 超級部分呢 兩隊差距不大 而在十五方面呢 兩隊其實都是 可以說非常有組織的球隊 文化大學比賽 只有十三四十五 福大呢 則是十五點三四十五 好看完數據之後呢 緊急就要來為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今天雙方所排出來的先發球員 那當然今天對福大來講 基本上他佔有地主的優勢 今天先發五五將分別是 吳玉瑋 楊玉銘 楊哲宜 高建偉以及九十一號的秋球星 而在文化大學的部分呢 則是有陳宇智 陳徽 林志堅 溫志忠 以及二十二號的李淳甫 好 所以看到這場 福大出戰文化四仇之戰呢 雙方的重點人物 我想應該就非常明顯的 在福大部分雙腔翔 楊玉銘以及楊哲宜 那在文化部分 可能就是陳徽 賴伯 還有 現在擋都擋不住林志堅 好 兩隊在先禮後兵之後 這個客套化要寒暄 趁這個時候 待會 待會就來真的了 待會就來真的了 不跟你客氣了 所以以兩隊的實力來講 當然文化大學他們佔有優勢 就是三號的位置 林志堅 他在UBA幾乎是無人能擋 那另外 賴國鴻在進區也是佔了有經驗 還有高度上的優勢 那在福大這邊 他雖然他的經驗是 對不起 他進區比較欠缺 但是他在風險的部分 反而可能又要比文化大學 再佔有點優勢 沒錯 因為在福大這邊 楊玉銘來講 現在可以說是國內第一得分後衛 因為他只能外線準度跟他急停跳 還有他切入的破壞力 我想這是文化今天如果想要贏球 對楊玉銘的防守非常重要 那今天福大如果想要贏文化呢 對楊哲宜要如何去看守野獸林志堅 這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志堅現在真的是抓都抓不住 真的是正熱正火當中 那我也知道賽前其實張憲民有跟兩隊的教練 包括了以前的教練劉俊宜老師 那另外還有在文化大學號稱鬼才教練的李鴻琦老師 兩個人都聊了一下喔 是不是這兩隊在這場比賽 他都是抱持這種必勝的決心 對 而且兩隊的教練都非常有信心 都覺得自己的球員沒有問題 非常相信自己的球員 所以說我想這場比賽一定是一場無誤 不過非常好看 絕對不會有練兵的情形出現 真槍實彈 再練兵四場都打不進去了 對對對 真槍實彈這場 不能再練兵了 好 這場比賽 佛大師斟酌代表主場球隊淺色球衣 文化大學深藍色球衣 跳球最後應該是被溫志忠給撥出界外 所以要佛大地主的輔文大學來發動第一波進攻 楊玉銘出來給楊哲宜拔起來 很有信心出手 沒進籃板球再拿到空借偉 對 沒進 可惜 在搶籃板的時候 裁判先催手 尊球 高建偉 我們一再提到說 輔大的進去 事實上是比較具劣勢的話 高建偉 如果說能在一開賽 就發揮他的一個力量的話 基本上 對輔大來講絕對有幫助 是沒錯 其實高建偉 高建偉在高中賽是一個 滿好的球員在南山 但是很可惜他 後來因為膝傷 所以說 這個 在甲組這一段路走的不是很順利 要不然其實他是一個滿出色的大前鋒球員 因為他整個身材滿壯 動作也滿扎實的 腦筋也不錯 這球交出來 林志傑準備要切入了 大家不要看錯 林志傑 他是十一號的球衣 但因為 今天不知道什麼緣故 他在賽前換了三十二號的孫嘉義的球衣 這不會是要紀念他的隊友吧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不要以為三十二號是 這個孫嘉義 是林志傑啦 沒錯 第一球 罰球 罰進 光看長相 看這個野獸的長相 應該大家就不會搞錯 兩罰中一 志傑呢 撿了一個妹妹的頭 1比0 文化大學先開張 這球差點被李淳甫給敲掉 王高 加油 武大 高掉籃底下 李先接球 小心 結果被國區界外還是福大的球球 1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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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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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4 5 防守半場盯人那種積極性看起來 真的 今天應該是大有可為 林志傑空手切 再拿到 再做假動作再起 放進2分 讓野獸到籃下我想就比較 要封守他就比較困難一點 雙方目前是3分的差距 菁姐比賽才剛開始 高掉籃底下楊哲一 low pole 三個人包夾 又趕快把球給出來啊 裁判最後吹的是陳薇的犯規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剛倒在地板上 有一點點走步的嫌疑 不過裁判並沒有吹 陳薇一個煞車不及的被吹犯規 楊宇拿到 再給中間 高建偉出來做側翼 楊哲一又是一個外線 老位子再來一個 看樣子輔大做好的準備 文化在半場盯人的防守上面 要再積極一點 因為這種楊哲一的空檔 已經連續出來兩次了 而且是非常大的空檔 讓他可以停了一秒鐘 再做一個描籃的機會了 我同時隊友的陳薇 不會讓楊哲一這麼舒服 這麼好過 拿到球之後呢 也要趕快打回來 第一個球罰鏡 一半一半 文化到目前為止 也就靠兩個球員在得分 一個是林智傑 一個是陳暉 兩罰都進 打了兩分多中 目前落後四分的是文化大學 十比七 楊宇收球 這球被點了一下 文化把這個防守陣線拉得非常的開 胡宇偉走底線 準備要靠近來 被干擾到沒進 胡宇偉只有打探圓想 應該多有一點傳切切傳 像楊哲一現在手感很正 應該多做一些切入 然後傳給外圍的楊哲一頭啦 陳宇智再拿到籃板再強 球進 一個陳宇智一個文智忠啊 文化這兩個 非常喜歡做苦工的球員 現在福大可以打點 現在李淳福在守楊哲一 有一個身材上的 楊哲一有身材上的優勢啊 可惜了把球帶到另外 對 把球帶到另外一邊 楊玉銘這樣打太累 因為盤球盤太久了 三個球沒進 長籃板 文智忠點到 李淳福要推快攻了 速度很快 過來的一個很傳球 找到林智傑 安妮現在被蓋火鍋 但裁判同一時間也吹犯規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福大的攻擊 楊玉銘其實應該可以 讓自己打得輕鬆一點 剛剛已經看到說 是李淳福在守楊哲一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就應該把球 送進去讓楊哲一擔擔 因為這是一個身材上的優勢 沒想到他自己從左邊盤盤盤盤 盤到右邊 然後再盤來盤去 然後出手投籃 其實他這樣盤太久 而且他體能上也消很多 對他出手手感上的控制 一定會有一些影響 他應該多倒球 讓楊哲一先去打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說人家來包夾了之後 他再把球傳出來給楊玉銘投籃 這樣他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剛剛罰球的是陳宇智兩發中一 結果第二球被罰進 還被裁判吹推人 目前比數十一比十 所以大家目前戰勝 只有一分領先文化 你要籃你下 就是這樣子 對可以高舉高的 先放沒有過來 先來過來了 那這位被包住 勉強出手沒進 再搶籃把 再起一次 還是不進 國華的快攻已經來了 交出來林志傑 出手沒進 哎呀 李春甫又撿到 給籃你下 文字中 兩邊籃下輪流放槍了 既然已經到籃下 就應該做好動作在籃 不要急急忙 好球 五位放槍都是楊玉銘了 流進來之後打敗得分 十三比十 福大三分領先 陳宇智想要過吳一鳴 到另外一邊反攻打板不進 籃板球 福大拿到前面推快攻 楊玉銘走過來了 哎唷危險 差點掉 再一個貝爾 Pass 在籃底下 最強要做 哎呀 球掉 好球 包建偉這球其實沒有那麼難接 對 可惜了 可能球滑了 滑了一下 趕快被教練給換下去 現在換上是小六 王建偉來做替補 第一節還有五分三十五秒 結束 林志傑待一步齊了 終局出手沒進 陳宇智又抓進入籃板 再起 還是不進 再播一次 還是沒有 沒有 藍板球最會被王建偉給拿到 好 前面多打掃 胡玉瑋快來POSE的球 好球 奇怪 今天在左邊四十五度角 這個點喔 福大拿三番球特別深準 可能大家練球都躲在那個點鍊而已 已經投了四個了 對 全部在那個點進球 林國柱被吹走過 好 還有五分零六秒 結束第一節比賽 場邊喊出暫停 目前比數十六比十 福大六分領先 我剛剛說完 五分頂 林國柱被推出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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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玉銘整個厚度跟高度都比楊玉銘好 就是說一開始楊玉銘會打得比較累 像換丁國度 我想楊玉銘發揮的空間會比較大 這球裁判吹是陳薇把球播出界外 王傑瑋下來之後 當然就是要抓這個進攻籃板 球給出來 吳玉瑋拉應該出手 哎呀 可惜啦 勾起動作沒進 陳薇很快帶過來 單手把球往外送 蘋果柱再帶進一點 哎呀 結果他輸了 反快攻擊為楊玉銘拔起來外線出手 沒進 籃板球 怎麼會拿到 我曾經福大三明星要回到另外一邊的四十五組 曹瑋基 陳宇智好球 打得非常聰明 果然是實力接近的比賽 雙方只差一分 加油 吳玉銘幫忙做個掩護 那個王建偉跨不切 左手上籃鏡 剛剛我們看到一個雙檔戰術 這是輔大已經差不多十幾年歷史的一個戰術了 從我們那個年代就有了 看到這個戰術非常的熟悉 因為這戰術其實在其他的甲組球賽很少很少看到這個雙檔 現在輔大獨門絕技 成為靠近來打板 沒進 王建偉又是一個籃板 楊玉銘來了 再度拔起來 晃開對手 空心球 二十比十五 輔大連打四分 林志潔懷疑顏色 楊哲宜都沒有空檔了 長籃板 輔大又是快速機會 楊哲宜 左邊 右邊 向左走 向右走 對來講沒有影響 這個三分球要讓李鴻基老師的挖大學 喊出暫停了 所以我們說今天輔大 無話要想贏輔大的話 對於楊玉銘跟楊哲宜的看守非常重要 但是他們在第一節 似乎沒有做到這一點 讓他們兩個球員的進攻可分很大 沒有根性就沒有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是注意到 你來聽聽看 兩隊的教練怎麼跟球員交代 黃鐵尾 拿著球 你打了自己的隊友要注意到 底下有偷溜的可以給給 沒關係 對 防守的時候 像剛剛這樣先對上就對了 先紗裡面插插看 好不好 正常的運作 賴皮戰害 不要跟他戰鬥 你戰害就好 他會殺進去 音差號 打你的球 好 好 我們看到三分球命中率了 目前輔大 基本上頭九中五 難怪他的三分球命中率相當驚人 場邊的BenQ師的玩偶來耍寶 你讓 這絕對是一場精采刺激的比賽 來緩和一下 這個長大的情緒 讓我們緊張的氣氛 緩和一下 另外我們剛剛其實聽到文化教練也 很清楚跟林志傑交代了 不要急著先投三分球 先往裡面殺看看 因為今天手感似乎不是好 嘗試投幾個都不進 所以就往裡面殺 就算不進也可以買一個範圍 讓自己上罰球先去挑一下手感 林志傑來了 果然要殺進去 單手的給球 外線找陳迴空島出現 可惜沒進 就像林志傑他切勿說 他一定能夠破壞對方的防守 沒有錯 因為他的破壞力很難 他速度跟爆發力都夠了 藍底下 王堅瑋接獲楊哲儀的妙傳 再拿兩分 防守大現在稍稍把分數給拉開 林志傑現在一定要注意是 他不能急才行 他一亂 對整個球隊來講 是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沒有錯 因為現在等於說是球隊攻擊 都由他發動 他如果一亂的話 敵人就會跟著亂 林志傑先15分 抬下2分多中結束第一節比賽 吳玉瑋 高建偉右上來 手踏是賴皮賴國鴻 轉身準備要單打 沒進籃板球 陳宇智拿到 先給陳暉 先走 招底線 丁國柱 賴皮 Law Post拿球 兩根包夾很快過來 要把球甩過去 陳宇是最長的出手 球盡算 所以我說賴皮上來的話 威脅性就在這邊 因為 五代也知道 賴皮的威脅性很大 你一對一守一定守不住他 應該要兩個人去包夾 但是 你一包夾之下一定有一個人是露的 就說別人的協防非常重要 而且他又會傳球 對 所以說 補到其他人的協防一定很重要 因為你漏出一個空檔 你要協防的 要趕快回去補那個漏洞 陳宇智 加罰機會 沒罰進 進場過早 而且進場過早 很可惜啊 一個3 point play 沒要到 我們來看下半動作 對 隊友似乎對他罰球滿有信心的 還是先準備要在後場休息一下 沒有人在那邊搶籃板 再找楊哲宜 楊玉銘 拔起來外線出手 很順啊 古代在第一節 第六個三分球了 而且在左邊45度角 這個三分線 從來沒有錯過 你全服 好球 好球 兩個中廣隊友 還是比較有默契一點 這波進攻也打得很沈穩喔 楊哲宜 低起他手感相當套 一手沒進 高靜偉 再一波 總是有點收穫 造成了李全服的打手快規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陳輝一個妙傳 打球時間夠久了 彷彿有如心電感應一樣 對 已經他們已經在一起打球五年有了 所以說默契啊各方面的 都已經已經具備了 高靜偉的發球 第一球沒發進 第六球 也miss掉 哇 浪費掉 李全服帶過來 陳宇智 現在在高位拿球 就是他Range 找陳輝 楊哲宜守他 準備切進來 一個高拋射沒進 溫智宗再點 點到陳吉手上 籃板再搶 放進兩分 文化在底捷能夠hold住這個比賽 我想最重要就是他們進攻籃板 球出來找王建維 再給胡玉瑋 到底線並沒有拔起來 回給楊哲宜 再到另外一邊 楊玉瑋出手 哇 7 第7個3分球 胡大堅3分鍵真的太準了 如果持續這種手感下去 我看搞不好會破 大專盃3分鍵的紀錄 7個3分球不要說文化 北體失大來 恐怕也擋不住 沒錯 經過時間現在5秒鐘 這球被點了一下 這球不會也會進吧 這球再也進的話 那就太誇張了 就沒天理了 文化就說不打了 我會要V3了 對對對 不要浪費時間了 差一點點了 不過7個3分球在第一節 實在太可怕了 讓混大學31比21 領先了文化大學 中文化大學 感谢观看 第一节就轰了七个三分球也让福安大雪呢在主场战时以31比22 打完第一节之后呢领先了武华大雪 那武华大雪其实从第一节我们看到他攻21分了 基本上他进攻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防守方面 对啊对于杨玉民跟杨泽宜的防守上要再紧迫一点 不要让他们出手太容易 但是也说成他们两个第一节也真的太准了一点 除了胡玉为也有一个三分球之外呢 其他六个三分球都是由这两个球员来包困 所以势必要守好这双枪甲才行 李淳斧怀以颜色三分球也进 这节不会换成这五不换要用三分线攻势来了 用这一切到底线 第一个挑篮被干扰到 来办最后吹 文化大学的球员Touch the ball 宇佳豪播出界外 那在第二节一开始呢 李教练是把杉威给下去调整一下 对杉威跟耐功一样都在成立下 哇林志杰今天真的打太急了 而且要赶快举手才行呢 闪力被吹技术犯规了 其实这球有点模拟两可 因为杨昱明其实还没有完全站到正面的位置 还是有点侧身 吴玉伟到底线 阿雅就能力进 闪闪球高继维再拿到周聚出手 还是没有 温志忠不给对手第二次机会了 吴玉伟带过来找林志杰外线出手 手感不好还是要砍三分 但是裁判吹的是高建伟的退员范图 志杰今天的手感 似乎没有在他在甲子球赛的时候这么热 因为三分键已经试图砍了四五个 但是还没进 这给球相当的危险差点掉 吴玉伟带一步被塞个火锅 没办法 个子稍微矮了一点 而且还被裁判吹犯规 大家现在把高建伟给换下去 换上十四号的吴一鸣 三十一比二十四 七分差距 又是一个打远 身材上的优势 三十一 结果裁判马上又吹犯规 李淳福他的个子大概只有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所以不管是杨玉明或杨哲宜 基本上都是 在整个打点方面占有优势 没错 就算投不进也买个犯规赖个犯规 第一球 顺利罚进 罚进之后杨玉明去跟李淳福说 我知道你刚刚这球稍微点一下而已 但是李淳福似乎念念有识 我没有明明就举着而已 动作都说我没有动 球阅私底下也是好朋友 对啊 林智杰这球进算 看智杰会不会 这球进了之后整个运气 换一下 换一下手气 因为他今天感觉上有点打闷了 而且刚刚那个被吹进攻范围之后 有点发了点脾气 这球高打板 球进了还是进了 加罚 没罚进 撥出来杨玉明拿到 可以可以 双方还是维持7分的差距 杨队怡 再进点再找杨玉明 没机会出手 进去卡位了 双方可失去 我失去 杨玉明搜球 再给蓝领西亚小心 吴宇伟再拿到打满进 双方可失去 35比26 9分领先是浮荡 吴宇伟 这波的干扰其实相当有用 让林智杰拔不起来 我手到最后还是被吹犯规 守得非常好 让智杰没有那么好的出手机会 而且也消掉智杰的体力 那文化和福大在这一节的范规次数都相当多喔 才打不到两分钟 各已经三次的团队犯规 陳宇智不无真意 出来砍三分球的燕镜啊 哇 原本不是一个砍三分球的一个球员 但是突然发现这么大空档 夭壽 吴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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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喔喔喔喔喔喔喔 差點被夾掉 還是扶大球 魏智忠來得很快 黃黃改變防守 黃明底線又被包住 給出來 進攻時間剩下4秒鐘 楊哲宜3讓你下好球 唉唷 雙方倒成一團 踩在最後一圈 還出腳 我們再來看一下 搶得夠兇啊 真的腳都抬起來 劉佳豪和王紀瑋在跳球 被誰跳到 結果可能是吹輔大犯規了 王建瑋的犯規 王建瑋個人第二次犯規 再一範文化大學就要來罰球 林智傑 好久的距離 還有進攻籃板再拿到 再給林智傑 現在手踏的是陳順祥 轉身要靠進去 沒機會 出來李存福 一個extra pass 陳宇智 平了 大進攻 給楊玉銘 很快帶過來 再給籃底下 造成戰功 其實楊玉銘這球可以自己上了 我覺得自己上的時間點 會比較好一點 比他送出去還要好 因為他前面其實已經沒什麼人了 王建瑋在底下 拿球那個空間了 應該說拿球的位置其實沒空間 對 已經太慢了 不過還是鑽到犯規 罰球 第一球進 第二阪也罰近 三十七比二十九 又回到八分差距 還是要六分多中 結束上半場 還是要找林智傑 又罰起來 三分球 不過今天手感真的很差 對 超哥已經從石頭落空 在三分線 第一時間 好球 搜球差點又被楊玉銘給敲掉 剛剛這個第一時間的阿里屋 也是由楊玉銘來做側動 來看下班動作 那像這種傳球 基本上兩個的默契要好才行 沒錯 一定要有很好的默契 才知道說兩個眼神一時一下 就知道說下一個動作他要怎麼做 然後球傳出去就會到位 又是快風機 好球 後面露掉了吳一鳴 現在吳晃應該要叫個暫停 因為整個攻勢受阻 因為智傑幾波的外線突然都沒進 然後防守也守不住了 那現階段陳輝也不在場上 就變得很亂 來吧 來吧 宇家豪出手沒進 來擺球 王智惟再拿到 我覺得吳晃應該可以考慮一下我戰 你要不要就是把陳輝跟賴國跳上場 這就被林智傑超到二打二 大跨步挑了 出手機 你說他手感不好 但是有時候他還是咬你一口 硬切啊 加油 41比31 現在楊哲宜這邊有一個 原本來領下是一個MISS MATCH的機會 對 其實應該從楊玉銘那邊送就可以了 不用說在調中間做 好 場邊喊出暫停 目前比數稍微被文化 湖南大學給拉開 41比31 領先10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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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委 做 這一 二 三 五 七 六 八 一 六 八 七 六 七 六 八 一 六 八 十 四 四 還有多少 五 五 我們 Wr Industrii 對 我們的片鵡 喊進三分球 然理一下 林智傑把這兩分給找回來 野獸的怒吼 大喊一聲 對 反者一切 搜球找底線 轉身 王智慧看有沒有機會 左手打板 所以我覺得文化應該 還是要用賴國鴻吧 賴國鴻在進去裡面才有優勢 林智傑一個搜球不注意被操走 這邊普大快攻機會 造成範圍 這個範圍要來罰球了 暫停回來之後 現在陳薇是回到場上 不過賴皮依舊還在反對上休息 據我賽前跟李教練聊到 因為他比較少用賴皮的原因是 因為賴皮比較 因為畢竟你是耐在業念研究所 所以說比較少參與他們的練球 所以說跟他們配合上可能有一些 配合不上 所以說他盡量讓年輕人多磨練 因為賴皮本身又是老球員 傷勢也比較多 他是說怕說這邊也打 然後甲土聯賽也打 會造成賴皮過度時間讓他送傷 所以說他是基於保護賴皮的立場 也不會讓他打太多 轉身溫之中的出手 結果造成了犯規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轉得也夠大 通常轉身的時候是要找這種沒有人看管的一個地方 但溫之中特別是往人堆裡面轉 製造一個犯規也不錯啦 買到一個罰球的機會 說得說得賴皮已經在準備換人了 有可能是換罰球的溫之中 有可能是換罰球的溫之中 第二把罰金 並不是要換溫之中 現在47比35 合大戰還是12分領先文化好 結果又吹犯規 楊育明要來罰球 所以有時候犯規多就是有這樣一個麻煩 而且放在楊育明身上是非常不划算 感覺上就直接送他兩分的感覺了 來 賴國鴻上來 重新登場 換下呂家豪 楊育明上半場比賽了 應該就有機會來突破20分 目前攻下16分 兩個兩分球 三個三分球 以及三季罰球 這罰也近17分 49比35 雙方還是維持14分的差距 陳宇智 準備要單打楊哲儀 打板沒進 再搶籃板 沒搶到 前面輔大快攻擊位 陳順祥回頭找楊育明 要盯上去 來了 這球還給得出來 楊育明再晃一下 外線又是空打 陳順祥出手 沒進 好 前輔 帶過來 硬往來一下靠 交出來給陳宇智三分球 歡迎 顏色進 還有一個 好笑 陳宇智今天個人已經 第二個三分球了 似乎有偷練啊 對 前進到你在看不到 這樣的一個成果 因為空檔已經滿大的 既然機會點已經製造出來 你還是該投的 你還是要投 而且現在賴皮上來了 我想他比較有信心 因為球不進 賴皮可能搶得到 就說中攻很重要 楊育明這幾個假動作 有點在耍對手一樣了 楊育明今天只能用 百步穿陽來形容 不管是兩分三分 甚至於發球 幾乎支支空心 已經攻下十九分 倒是我們的野獸到現在還沒有 投進一個三風線 國華最後兩分 收球 找王建瑋轉身危險 再出來給楊育明 再出來給楊育明 陳育之盯他 還是被晃開 這球他當然也可以自己起喔 不過最後是選擇用傳球的方式 因為他看到籃下已經有 隊友有空檔了 這如果是在他九 他還是上尾反正 他們兩個打那麼多 已經沒有問題 上尾反正輕鬆接到 就上籃得分 看到這個位置就是太被動了有沒有 當機會打出來的時候要進去 因為運球可以少一點 我們現在運球太多 盡量讓他們走位 打什麼都沒關係 要讓他們走位 那個阿翔 你們都看著我 你防守守牠的時候 守牠的時候 恩阿姨... 你看你剛才弄我幾顆去 對 請問你不要讓 思潔你帶球 前面有這次要先送給他 不是 你不要讓他運 你要到這個地方才給他 因為他前半場就沒有人走 要讓他給他 沒有... 前半場當然要就給他 我說你不要給他 後面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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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 你到這邊才給他 不要再後場給他 好... 聽得很清楚喔 如果說你讓林志傑 他要一個人帶球 一個人要拔起來 一個人還要擺脫對方 可能是... 不只一個人防守的話 太累了 所以說讓陳偉把球帶過去 後半...前半場之後 再交給林志傑來擔打 所以文化現在的公司 就是很簡單明瞭 就是傳給志傑 讓志傑來突破擔打 他目前為止守得不錯 結果裁判吹犯規 應該是一個阻擋的犯規 阻擋在先啊 要不然其實志傑這個後來 有守推人的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也是一個 比較模棱兩可的一個吹...吹判啊 我真的很怕今天 林志傑在罰球的時候 我講孫家印在罰球 我不太了解 為什麼今天是穿 隊友的衣服啊 以往有這種可能就是 他可能沒帶球衣 或是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志傑今天連罰球 都是兩罰的這種嗎 他手感真的是... 不太好 對 王建維 打籃底下沒機會 楊哲英再做個假動作 一個背後運球 手大是溫之中 到底線還是無法擺脫 好 陳正翔要過啦 好球 這球打得很果斷 就是往裡面一切上來 跳得怎麼樣 一球十二分的差距 文化終於去找賴國鴻了 準備要擔擔 你往裡面扛進去 反規啊 對 其實現在陳輝跟賴國鴻應該跳出來 因為今天自己的狀況並不是那麼好 那公式在圍繞在他身上的話 只能說 今天文化這段時間公式的得分有點停頓 所以說 現在陳輝賴國鴻在場上 其實可以多利用他們兩個點來得分 看你剛剛這個慢動作 就知道為什麼賴國鴻叫賴皮了 賴皮 賴也要賴到發球 因為你根本已經不能出手 但是還可以賴到發球的機會 這也是他的厲害 驚艷 老將就是老將 第二罰 沒罰技 上半場的罰球命中率也不理想 暫時十一分落後給輔大 還是要一分多鐘結束前兩節比賽 輔大上半場可以說火力全開 已經攻擊要超過五十分 剩下十秒鐘 楊玉銘要單打嗎 對 又是反規 文字中應該是腳步跟到就好 手不要去拉 你手一去拉 你這樣就是等於送楊玉銘兩分了 所以文化現在防守球員要做的就是 他要先防止就是楊玉銘來去接球 對 其實他應該最重要就是壓迫楊玉銘 然後讓其他人去拿球進攻 而不是讓楊玉銘一直盤球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加閥狀態了 而且楊玉銘本身又是明星球員 裁判多少會對他比較理喻一點 可能一個貼身就是趁你犯規了 滑球很準喔 兩發都進 上半場已經攻擊要二十一分了 五十五比四十二 陳宇智 第二節砍了兩個三分 甲洞就往裡面切好球 好球 這一節靠陳宇智得了不少分 才讓筆數沒有被拉得太開 沒錯 楊玉銘又來了 給藍底下王建維沒接好 再甩出來 到底線陳順祥 吳一銘收球甲洞做出手 沒緊 先給文化快攻機會 陳輝一個人往裡面帶 好球 好 成為利用他身體的厚實度 把對手頂開輕鬆上籃得分 又回到個位數九分的差距 亞哲怡 再給楊玉銘 三分就碰到出現 進 我就看了一口氣 我想說一定有了 這空檔太大了 其實守楊玉銘的人不要去協防 你應該放給另外一個人投 也不要讓楊玉銘來投 好球 賴皮 真的是賴皮啊 有機會把剛剛楊玉銘這三分球給抵消掉 那我們先來看剛剛這個球 今天只要放空檔給楊玉銘喔 基本上就是找死兩個字 所以說防守者要清楚的知道你自己防守的人是誰啊 所以說守楊玉銘的教練也要跟他講 你只要盯好你的人 你不要去幫忙防守 因為你一去幫忙 人家隊友一倒給楊玉銘 你在控擋 其實就算有人守他 他都進得了 何況是一個大控擋給他 來 國鴻也是一個三分球 又回到九分差距 搜球 楊哲宜拔起來外線出手 進 雙槍匣真的翻任無法擋 快點找最後面 不止中跨步給球 三分外線 陳暉還顏色 來 陳暉再衝回來 沒關係 進攻時間還有十幾秒 要停下來嗎 給林智傑假動作 三分球出手 還是沒有 由最後五秒鐘給輔大進攻 外線 楊哲宜 wide open 差一點點 還有時間嗎 沒有時間了 好 打完上半場比賽之後 虎大已經攻得六十分了 暫時是以十一分之差 領先的五號大學 請各位朋友稍休想 按摩 五號大學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导播可以查一下辅大已经投几个三分球了吗 好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想文化大学其实在上半场攻下四十九分也是非常的合理哦 那文化大学其实在上半场最大问题就是守不住杨玉民 守不住杨玉民就等于守不住辅大外线 没错整个杨玉民杨哲 其实他们防守是很精力 但是就是说他们没有很正确做到说 我守这两个的人我就不要去做包加防守 其实他们的空挡都是那种很大的空挡 就是因为防守我的人去做了其他的不位 让我的队友可以把球穿回来给我让我很轻松投篮的机会 就是说我觉得文化李教练应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会交代他的球员说 你守这两个的人你都不要去帮忙防守 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双方在整个上半场精彩的highlight也同时请谢明来聊一下 当然今天杨玉民还有杨哲宜绝对是上半场比赛辅大能够领先的关键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不要忘了林志杰他上半场比赛他手感可以说奇差无比奇烂无比 但是文化也只不过落后11分而已 落后11分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还有得打 不要以为说这11分可能就辅大这种状况就稳超是很酸 因为我觉得林志杰的得分爆发力是很恐怖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些SB2的比赛来看到林志杰 他常常一场球就是6个三分球7个三分球9个三分球 但是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爆发 因为爆发就是一连串 所以说我觉得11分的差距34个三分球就回来了 那以林志杰上半场这种状况文化只落后11分 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林志杰会是一个关键 就在于他的攻势可不可以爆发 因为文化整个进攻重心就在他身上 如果他可以很即时的恢复的话 我想这场比赛文化还有得打 下半场比赛林志杰的表现就像平凡人一样 但下半场大家担心的是他又变成野兽 如果他又变成野兽的话 哇这场比赛真的蛮难说的 反应无法打 再加上现在赖皮第二节尾巴的时候 有点慢慢使出他的赖皮功夫 所以说我觉得第三节第四节还有得打 加上成为个人基本动作 还有他的外线 还有他的个人切入单打能力 还是很好 所以说文化在这三个人带领之下 我觉得还是有一波可以反攻的气势 好听完球评的分析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双方在整个上半场 各项数据方面的一个比较 首先在两分球 文化大学五成六 要明显要压于福大的四成八一 但是三分球 福大哇真的很夸张喔 超过五成的一个投篮命中率 文化大学他三分球其实也不错 包括了李淳甫 包括了陈宇智都有三分球的贡献 但是福大这三分球实在太夸张了 那篮板方面也是福大要 由于文化多强有十个 15方面则是少三次 上半场是11分领先 看完团队之后 再来看一下得分排行榜 杨玉明已经攻下24分了 今天再这样打下去 他有机会来突破林志杰 在本届UBA所创下单场得分最高纪录 杨哲亦13分 王建伟则是10分 看完福大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文化的部分 文化以陈宇智攻下17分为最高 陈宇智也是文化大学 上半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几个三分线跟篮下突破 是史文化没有被拉开的原因 看完了双方在整个上半场团队 以及个人方便数据之后 也跟官方有利用现在中场空档 再来预告一下 明天玩旅台要为官方有转播的精彩比赛 首先在早上10点钟 NBA大赛 无人在本季已经连续输给火箭两次了 F3会同意吗 明天就来看看 包括Shaki O'Neill Kobe Bryant 那另外Gary Payton 要到火箭的Toyota Center来踢馆 那另外中华之邦十五年 明天礼拜四完全有转播 中华之邦抢先报在六点十五分要开始 抢先十五分 为您报告陈泰Kobras 以及信东牛队的战况 好 下半场比赛即将就要开始 我们再请官方稍微休想 再回来欣赏第三届比赛 打电话 敬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文化目前战绩是三胜一败对上两胜两败的福恩大学 这对两队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一场比赛 如果说赢球的话 抢进四强的机会可以说是大幅提升 上半场打完之后双方差11分 不过我们提到林志杰在上半场并没有发挥的情况之下 下半场他还是整个福恩大学必须要赢家看守的一个重点 感觉上文化在一开始都有点在让辅大感觉 因为他都没有把他每节一开始都把陈回跟赖口红放在场下 没有让他先把都差不多打五分钟之后才让让他们两个上 跳球的一个威力 结果裁判吹的是温志忠的一个跳球威力 所以下半场要由福恩大学来发动进攻 那大专篮球联赛也是目前国内各级比赛少数啊 就说并没有采取所谓国际FEBA的新规则 每一节都还是采取跳球的工作 结果吹吴一鸣的犯规 大家上半场了三分球头十四中八 光靠这个八个三分球就把对手打得够呛 林志杰来了 要小心了林志杰可能开始了下半场 才是他真正决战的地方 他已经慢慢把他这个人皮给剥掉了 要换成野兽的手 以前的Double Team 包得很快 进攻时间所剩不多了 给出来杨哲宜 可能还要再给 勉强出手 这真的没话讲 今天杨玉民还有杨哲宜 双羊的手感真的很好 林志杰头顺的再来一颗没进 抢篮板结果被温志忠给播出界外 自己的这个头太勉强了 手感才刚回来 不要再自己去打乱自己的手感 应该找好一点的空档机会再出手 而不是自己盘一盘到前面有人防守来 还要硬拔这样子 对球员来讲最终还是节奏的 吴玉伟拔起来外线 哇 三分球 好 三分球 辅达第九个三分球 在这场比赛 六里线到达十三分 金国柱 接近来大跨步 左手上来好球 王大学还是有办法 hold the game hold住这场比赛 刘育铭 第三届他还没有发挥 切近来过了 左手上来没进 文志忠篮板 前面看看无话有没有机会走快攻 林志杰假动作 快给球 成立要球 成立要球 场面的教练一直大喊要给球 帮帮帮 成立志 所以这个球基本上在林志杰 连太久的情况之下 这个节奏就够换了 没错 别人进攻时间变得很少 别人一拿到球要赶快做处理 再点防守没捞到 杨育铭 你现在两个包夹 给出来 吴玉伟切近来 出手 进 哎呀 又被操走 而且裁判还吹李淳斧的犯规 所以武汉大学现在的问题就出来这里 十五啊 十五要减少 就是李淳斧这一球真是 陪了夫人又折平 被他打了一个拐子 还被吹犯规 准备要把陈薇给跳上来 杨育铭 多对角 好 胡玉伟带近一点 底线出手 没进 胡玉伟抢动 王建伟 杨育铭有空挡了 再杨育铭 胡玉伟出手 王建伟又拿到 站起 被拨斗 再拿到 还是被李淳斧给拿到 又被操走 杨育铭会用三个球来中间吗 没进 老板 胡玉伟再拿到 他又没进 就是 胡玉伟又赶快 要抢到这个进攻篮板 一直抢不到 这时候赖皮应该要上来 这种球如果让赖皮来掌握的话 早就已经 普大这波公式已经结束了 杰传找队友王建伟 小人物上来 这是他的一个标准投篮 所以你篮板球控制不了的话 就是让对方打不进 打到尽为止 对啊 这波感觉打了三四次 文娃可能需要一个暂停 他们只做一个换人没叫一个暂停 我觉得他们还是 叫一个暂停会比较好 因为现在比输永远被拉开的趋势 已经拉到十五分了 刚刚又被吹一个进攻犯规定过处 拉进攻 发现找胡玉伟 出来杨育铭大空倒出现 胡玉伟又是个篮板 赖国宏 这时候文娃真的需要赖国宏的篮板 文娃恐怕也需要一个暂停 因为现在落后到十七分了 林志杰给 应该有了吧 文志宗 哎呀 力道放大 成为再拿到三分球 还是边 快点 前面辅大已经有偷跑 辅大现在可以不用急了 毕竟领先的分数已经到了十七分了 杨育铭三分球 二十分 他认为领先的分数永远不嫌多 我觉得文娃的暂停叫有点太慢了 刚才十三分四五分的时候 都应该叫一个暂停 我不知道二十分才叫 这是辅大第十个三分球 杨育铭这场比赛第五个 让双方的差距到达了二十分 谢谢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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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后拉端出手没进 篮板球 再拿到吴玉明 打板得分 今天无话进攻篮板 防守篮板做的不够确实 让福大抓太多太多进攻篮板 吴之杰 又拔起来的三分球出手没进 回到杨泽一手上 带得很快 胡玉伟 杨玉比他没有空挡 没看到 现在看到了 没出手到底先给胡玉伟三分球 现在只要投三分球 无话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福大不只他们两个 每一个人的血 一个费 淘汰 好球啊 杨泽一助攻给杨玉明 这球从超球到传球 杨泽一共要计一半 出手没进 再补陈宇智 还是落后18分了 这18分了不可说不多 剩下3分10秒结束前三截 现在福大的节奏掌控的蛮好的 不急啊 然后最后10秒再进攻 因为他们现在是领先的队伍 一个假话 剩下3秒钟要做进攻 再给杨泽一出手 杨泽看这两个双枪侠表演 就够精彩了 他们不只能够三分线团 两个互相的助攻都很漂亮 而且都可以得分 抢成一团 结果这被福大给拿到 哇 赶快退防了 福大只要球一过全场之后 整个节奏就放慢 真是很正确的 差不多等到10秒左右 就再开始进攻 等于是有快攻就打快攻 所以快攻就迈卖下来 然后贝宇智杰给抄走 前面准备要单枪逼吧 来不住 来不住啊 其实我觉得杨泽的这球 干脆就让他上就好 没有必要去拉他一下 因为我觉得拉也拉不住啊 干嘛多送他一分呢 那种单手护球喔 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球 拉到很后面 怎么拦得住呢 这野兽一冲出来 就干脆就让他冲出去了 不要再去拦他了 其他法也防得进 3 point play 我现在问话还是落17分 这两分多钟结束前三截 杨泰铭要逃回来 走底线先放 没进 吴玉玲又是一个进攻篮板 第三截文化让吴玉玲 抢到太多进攻篮板 对 进攻篮板 诶 哈啰 哈啰 总资料的显示 他这个阻碍的篮板 这个阻碍篮板 那怎么办 那场边文化的教练 再跟球员提醒一下 完全没有做好box out 卡威要真的要做确实 他们从这 篮板上面就已经输很多了 其他不要比 光比篮板就已经输很多了 加油 吴玉玲第一球没有罰进 被裁判吹一个警告 罰球不禁为什么被吹警告呢 因为有一点点 不是很雅观的字眼 在场上说出来 吹吕家豪的犯规 应该是示范 坐在场下休息 再把赖皮赖锅给换上来 搜球再找杨玉玲 大空挡 没进 又是一个篮板 又是吴玉玲 被删一个火锅 赖皮赖来 要再篮下得分就没这么容易 没错 承回来了 给外面 结果又被杨玉玲的抽走 杨玉玲慢下来 毕竟自己是领先 王建伟到另外一边 打百得分 他当然到篮底下就不用慢下来 对 82比63 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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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皮来 好凶喔 完全用他的身材 其实文化如果早点让赖皮上场的话 我想现在分数应该不会 不至于拉到这么开 这球被拨掉 没犯规 挡到9万 剩下最后的1分09秒 文化还不能心意犯规 杨玉玲 现在发现附近 收球危险 位置中逼得也很紧 果然发生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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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位置没有可以先送了 没关系 成功的防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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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跨步搜球 再给来底下赖皮 再拿2分 赖皮上来2分钟就已经得了4分了 得分效率蛮高的 這個犯规就非常不必要 是应该等他到了前场之后再去做压 或在后场又翻这个规 等于是白白又送了杨玉玲2分 所以这就是一些年轻球员 他在防守上经验比较不足的地方 而且又碰到杨玉玲中老经验的进攻者 他真的要 防守上要再聰明一点 哇今天罰8中8啊 完全没有漏死掉 双方依旧维持17分的差距 尼智杰这个点第三节的 严格来讲还是没有完全打开 也是只有零星的攻击 赖皮往外甩 李淳斧 最强动作再给 好球 好球造成犯规 所以说赖皮一上来啊 就整个把辅大的防守给搞乱了 因为辅大一直有人躲在赖皮后面 准备去做一个包夾 所以赖皮传一个对角就有空挡出来 变成说辅大在防守上都会有一些漏洞 第一球罰进 纯宇智今天打得相当不错 24分 9个篮板 有机会double double 第二球罰进 旁边有辅大的同学陷害纯宇智 在他罰球的时候叫他名字 但不受影响 剩下8秒 古大最后一波进攻 代步杨育明拔起来 没进篮板球 再波被点出来 李淳斧还有机会吗 没有了 好打完第三节之后呢 目前比数是84比69 古大暂时15分 领先文化 请观伴稍微休息 再回到最后的第四节 跑 message 点gypt 点订策 点音乐 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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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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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No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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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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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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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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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